借空师傅是释迦寺的主持 寺里所有重要文器都所在这只小木箱里 这是清朝康熙初年的一张地契 根据上面的记载 当年有一个大施主买下今天释迦寺所在的这片土地 捐献出来盖了这座庙 而这位大施主的名字叫做施振初 这是西兰王子的一位后代 这是继施拱险之后专家们发现的第二位施家后裔 洛阳桥是泉州一处著名的古迹 是由北宋书法家蔡湘在此做官时修建的 人们为此给他盖了一座祠堂以表纪念 到明朝万历年间又有一位姓蔡的地方官 重修了洛阳桥当时泉州的香身名士就集体为他立了一座德政碑 并且所有参与此事的人都在碑上留下了姓名 专家们发现一个叫施还望的举人名列其中 这又是一位施家后代 令专家们吃惊的是 施还望是在1618年中举的 也就是说来自异国的士姓家族仅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就在中国最高级别的文化考试中出人投地 这是一个惊人的速度 此后不久 另一庄发现印证了这个推论 人们在东石古寨的一个拱门上 看到了一个叫士腾云的书法家留下的作品 据有关史料推测 这个人大约生活在清朝嘉庆道光年间 具体事迹已不可考 但是他留下的那飘逸俊秀的字 充分说明世家已经彻底融入到中华文化的血脉当中 这是位于泉州旧城区的图门街 闽南人把大房子叫大错 这间大错的主人是年过花甲的林老先生 从林老先生的祖父算起 林家在这儿已经住了一百多年了 1996年6月 林家大错被列入拆迁计划中 林先生开始为搬家做准备 顺带把祖上的房契翻了出来 房产是我父亲管理的 后来我父亲死了以后 他就把房地契留给我 一共有十八张 林老先生猛然发现 其中的一张房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因为书写卖房契的人名字叫 市培市拳市榜和市饼 也就是说这间大错原本该叫世家大错 这就是专家们寻觅已久的世家故宅 西兰王子的后裔们就曾在这里起居生活 繁衍生息 到乾隆四十八年 世家家道衰落 不得不把房子卖给了别人 在这之后 他们又落脚何方呢 这仍旧是个谜 这个世家市到这个世家大错 这连成一条线 大概就是一公里以内的地方 非常近的连成一条 这个是可以判断 这是以前这个姓氏的 这一家家族 它是聚居的这个地点 这是位于泉州市郊青原山脚下的一片荒野 平时少有人来 一九九六年的一天 一个叫刘志成的人来到了这里 他是泉州市一个文史学者 业余时间喜爱到处转转 总想有所发现 他是一个有心的人 在一个石板桥上 他敏锐地发现桥下好像有字 就决心下去看一看 世家坑三个大字 是刘志成意识到 他找到了世家的祖淫 根据刘志成的报告 泉州有关方面立即组织人力 对牧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 剥开灌木和杂草 人们将看到怎样一个世界呢 这些神秘的文案 后来被斯里兰卡专家确认为是 来自于西兰国的图腾 墓穴前发现的这对微笑的狮子 专家认为 它具有古西兰科提王朝时代的雕刻风格 时间大约是十五世纪中叶 更惊人的发现还在后山 在这个世家的产地上 散布着几十座不同年代的墓葬 人们从这里发掘出的墓碑 讲述了一个家族的历史 专家们推测 这极有可能就是西兰王子 势力芭蕉蜡惹的墓碑 因为碑上的使臣二字 强烈地暗示了这一点 人们注意到 几乎所有的墓碑都刻有西兰二字 指示着他们先祖的故乡 刚定居时 他们中有的人以通事为业 也就是当翻译 后来有的人开始经商 再后来就是读书考举人了 世家甚至还出过一位 汉林院的树籍士 世家墓地的发现 使专家们坚信 他们将很快揭开最后一个谜团 找到世家后裔 两年之后 全州晚报发表了一篇 有关村镇破坏世家坑墓地的批评报道 第二天就有读者打来了电话 打电话的是一位女子 她声称被破坏的世家坑墓地是她的祖坟 但是没等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她说那个很气愤 她说他们老家的祖魂 在千元山上的那个桥门的墓被破坏了 然后向市政府反应 同时也打一通电话来到全州晚报 然后把这个情况受一下 非常生气 林少川深知这件事意味着什么 于是立刻在第二天的报纸上 登了一则启示 寻找那位打电话的神秘女子 可是那位女子会再次打来电话相认吗 林少川忐忑不安地等待着 林少川和对方约定 三十分钟后全州大爱门见面 各自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为记号 不见不散 我们就在那边大爱门底下 放下电话 林少川立刻驱车赶往大爱门 这个大爱门 可能一个比较大 好像从那个地方 前面好像看到一个的 有点大男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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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思名叫许氏银鹅 虽然他并不姓氏 但后来专家们确认 他的确是西兰王子的后裔 这是泉州市内的一条 著名的旅游商品文化街 街角 有一间名叫大千名义坊的小店 专门销售各种古玩和工艺品 许氏银鹅就是这间小店的主人 许氏银鹅今年刚满四十岁 性格文静 不善言谈 一眼看去 就是一个普通的闽南女子 他说 小时候自己也不知道 有这么一段不平凡的绅士 我很小的时候 就是说经常听我老祖母 晚上基本上 那个真祖母 他晚上基本上是没什么睡觉 经常坐在那个老的腾椅上面 经常自己唠叨一些事情 老祖母说 咱们家是从老远老远的海上来的 原本咱们姓氏 后来 你爷爷的爷爷没有儿子 就把女儿 嫁给一个姓许的人家 生下的孩子就不再姓氏 而是把两家的姓 合在了一起 从此就改姓许氏了 童年的记忆 在许氏银额心中 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不久以后 文革开始了 每个有海外关系的人 都在这场政治风暴中 今若寒蝉 老祖母偷偷将世家族谱 全部投入了火中 从此 这个秘密就尘封在世家人的心底 我们家人口又少 然后就是说比较传统 就一直害怕 等一下又来一个文革 那就了不得了 所以我们就不敢认了 这一次如果不是祖坟被破坏 犯了闽南人家的大忌 她还会将这个秘密保守下去 在以往的时光 她像普通女子一样 恋爱 结婚 生子 但是 她的爱人和孩子 都不知道这个秘密 她只想有一个平静幸福的家 做一个好妻子 做一个好妻子 好妈妈 今天 许师银额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我们的摄像机镜头 她的生活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平凡中 这 多少有些无奈 2002年6月 斯里兰卡政府向许师银额发出了访问邀请 许师银额终于回到了她祖先生活的主地 斯里兰卡人民以最高的礼节欢迎她的到来 一位政府部长致辞说 欢迎公主回家 她种下了一棵从泉州带去的树苗 祝愿两国人民的友谊 像这树苗一样 越长越高 观众朋友 由于时间的关系 有关西兰王子在泉州的故事 我们今天就只能讲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一部活的古代音乐历史 一种平易而优雅的音乐生活 一个经历千百年延续不断的音乐传统 一块华夏传统音乐的活画石 走遍中国带您一起去聆听 泉州南音发出的忧远回声 观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走遍中国 泉州南音 它的艺术魅力有一种广失天下的容量 它不只是对本乡本土的人给予惠责 作为一个古老的乐种 它被誉为是活的古代音乐史 作为一种现实的音乐生活 它以旺盛的生命力存活于民间的土壤之中 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去寻访 被誉为华夏传统音乐活化石的 古老乐种泉州南音 这是一座充满了宁静与安逸的城市 也是一座古老与现代并存的城市 宽容的接纳与广泛的包容 是这座城市的品格 它既温和又执拗 既尊重传统又不排斥外来的文明 泉州现存最古老的佛教寺庙开元寺 始建于唐代垂拱二年 一千三百多年以来 在尘中木骨之中 历经人间沧海桑田的变迁 在气势恢弘的大雄宝殿横梁的斗拱上 雕饰着二十四尊身披羽翼 色彩斑斓 体态轻盈宛若飞天之势的精美造像 它们手持琵琶 冻枭 三弦拍板和二弦等乐器 仿佛是一边演奏着美妙的乐曲 一边纷纷从九天之外腾云而至 这场面所发出的是什么样的声音 它们究竟在演奏什么样的音乐呢 这就是发源于泉州一带 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的古老乐种 南音 南音就是在泉州又被称为弦馆 我们看到的就是泉州南音 最常见的一种演出形式 它又被称为上四馆 这慢声清歌的鸟鸟乐音 似乎让人们领略到了 古老的音乐那幽远的回声 观众朋友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 今天到我们演播时做客的嘉宾 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 田青先生 田先生您好 您好 田先生刚才看这个节目中 开源寺大雄宝殿里边的飞天乐祭 手里边拿的这个乐器和南音 用的是一样的 对 这个大雄宝殿里 这24件乐器 在中国音乐史上 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资料 中国的寺庙非常多 成千上万 但是只有泉州开源寺的 这个大雄宝殿 这24尊飞天 我们有时叫它飞天 其实不应该叫飞天 它在佛教上应该叫嘉灵贫茄 就是说在过去在这个雪山上的一种鸟 说它声音非常好 用它的声音来赞颂佛 所以这个呢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妙音鸟 那这个开源寺是建于唐代 对 那能不能说在唐代的时候 南音就已经存在了 不能简单的这么说 这个南音从感觉上 你就会感觉到是很古老的 但是光平感觉还是不行 光平感觉又不能束缚人 所以要说它的古老呢 恐怕要从几个方面 最能说明问题的 我觉得它的乐谱 它的乐器 它的乐曲 它的传承方式 尤其是乐器 你看这个 南音的一些 它的特色的乐器 比如它的琵琶 南帕 它的那个齿吧 那个动效 那在南音之外的 现在的所谓的民族音乐 完全不同了 在南音里很好地保存了 我们古代的 琵琶的演奏的方式 王大浩 泉州唯一的一家南音专业团体 南音乐团的演奏员 他是一名典型的南音人 自幼受到传统音乐的熏陶 擅长动销的演奏 他不仅能制作南音动销 还利用业余时间 开了两家乐器店 这个就是南音最主要的乐器 琵琶 南音琵琶 我们这边也称为南琶 它的做法跟琵琶不一样 这个是漆黑的 特别有四 这个很漂亮 这是南音最主要的业器 南音所使用的琵琶 是曲向琵琶 它最早是在东晋时期 由波斯进新疆甘肃一带传入我国的 它的演奏方法与弹奏姿态 与开源寺大雄宝殿飞天乐器 和敦煌壁画中的描绘极为相似 而横抱琵琶的弹奏姿态 则由魏晋历经隋唐 一直延续到了五代 在这幅北宋时期的雕砖中 琵琶凤眼的位置 和今天的南音琵琶大致相同 五代时期的名画《韩西仔夜宴图》中 有曲向四弦琵琶和拍板这两件乐器 它们的形制和演奏姿态 与今天的南音乐器是如此的相似 这就是拍板 又叫弹板 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打击乐器 目前只有南音这古老的乐种 还在使用它 演奏者端坐近神 双手合机的风格韵味 只可议会难以言传 保留了唐代的遗风 古老的开元寺 又被称为南音乐器的博物馆 寺中的石刻与木雕中 有三十七处保留了南音古乐器的遗迹 张真好 在开元寺从事导游工作 已经二十多年了 少年时曾随名师学习南音 他特别留心 开元寺中有关南音的文物 那大家请看 这幅画面上 这位衣节飘带的仙女 手上拿的就是泉州南音的拍板 但是它比较罕见的就是六块的 那现在一般都是五块 像我们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 甘露祭坛 那个飞天手上拿的都是五块 那这个画面上 它有两个仙女 一个吹笛子 一个手上拿南音的拍板 还有鹤 所以这图浮雕叫天人战鹤 那这幅浮雕 它雕刻一南宋 至今将近八百年的历史了 泉州南音使用的洞销称作南音洞销 因它的长度与宋元之后特别是明清两代官造尺的一尺八寸相吻合 又被称作 南音洞销是一件古老珍贵的传统吹管乐器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 只流行于闽南 台湾 香港 以及东南亚华人华侨居住的地区 洞销音质的好坏 取决于它的制作工艺和选材 目前只有泉州 浸江等少数地区和台湾有人能够制作 王大昊告诉我们 要制作一把好的南音洞销 最重要的是先要找到一根好竹子 这个找一把好的竹子实在是太难 有时候真的是比找个老婆还要难 那像这种是半成品 就是已经烤直了 烤直了这个画线也画好了 那等一下就在这边打钻孔 这个原来这个钻孔传统的做法就是用火器烤 烧了一个铁棍 然后那个铁棍红了以后就是直接钻 钻孔 但那种很容易什么 很容易裂开 因为温度太高很容易裂开 那现在一般都用这种电的来钻 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简单的制作过程 王大昊告诉我们 制作乐器靠的是悟性和经验 真正的钻孔制作过程是极为复杂和严格的 一把好的钻孔价值一般都在五六千元以上 一个基本的就起来了 现在可以吹得响 但是音很不准 可以了 田先生您看 这个乐器现在就这么看起来挺像二胡的 他叫二弦 他叫二弦 不叫二胡 他和现在民族乐队流行的二胡还不是一样的 首先他这个样子 他和宋代的陈阳乐书里的西琴的构造和样子 完全相似 那么南音里除了二弦以外 他这个上司馆还有这个三弦小三弦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尺八 这个乐器也是非常古老的 我们从魏晋的出土的陶涌 包括古代从魏晋一直到隋唐的壁画里 包括大家看很多很多这个这个有名的像韩西仔焰图这样的图画里 他的琵琶 他的齿巴 他的派板 就是和南音现在的所使用的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从乐器上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个南音他是非常古老的 那么我个人认为在唐一后五代的时候形成的比应该说比较可靠 田先生刚才您谈到就是从这个乐器上可以看到南音的古老 那下面我想请您再跟我们讲一讲从这个音乐上怎么去看它的古老 优雅 我提醒你这个词优雅 中国的民族音乐里真正找到这种优雅的东西 那种淡雅的 那种就像一幅用水墨画的江南的风景一样 像这样的音乐只有在南音里能找得到 还有一点就是泉州这个南音已经和泉州人的这种生活方式 和他的民俗风俗紧密的结合在一块 到了泉州就是听南音 他这种文化已经融入这个当地的民俗当中去了 应该是变成这个地方的人民的生活的血和肉 这是东石镇南音社 在南音社正在进行的一场祭拜郎君的仪式 祭郎君是泉州南音馆阁中最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 祝贤就位 被祝贤的郎君是指五代时期后蜀的王国之军孟差 他精通音律善作词曲 历代民间义人对他都十分尊崇 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被南音社团奉为先师乐神 这位当年的皇帝如能地下有之 不知不知作何感想 旧时南音贤友曾自称郎君子弟 各南音馆阁都设有郎君神像供奉于正堂之上 每年春秋时节举行隆重的拜祭活动 在中国古代几乎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业 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有许多已经失传了 然而南音却将自己崇拜的乐神保存了下来 音乐和人们的信仰生活是分不开的 在祭拜的仪式中一方面音乐被失败 音乐被失败了